历史上文艺载入证实的女将军 玉儿一身本领 只可惜啊 是个女儿身 女儿身又如何 只要刚给我兵权 我便可以统帅千军万马 秦良玉从小便席得一身好武功 嫁给将军马千成后 两个人一起练武 吟诗恩爱时分 可不久后 马千成被太监陷害 丈夫尸骨未寒 年幼的孩子还在强宝中 我愿带领丈夫之职 从此秦良玉走上战场 天气七年 西宗驾崩 崇真登基 清军趁机大举进攻通舟 仅是危在旦夕 这个时候 55岁的秦良玉 率领白杆军和清军大战 长枪所过之处 皆是亡魂 训令有素的白杆军 更是以一敌十 清军最终落败 落荒而逃 为此崇真清笔写下四首诗 来赞扬秦良玉 张献忠占领全数十年 唯独攻不下秦良玉助手的石柱 一直到张献忠败亡 也没能打败古兮之年的秦良玉 直到秦良玉75岁去世 清军才占领了石柱 秦良玉一生抗敌无数 死后被追封钟真侯 是正史上唯一的女将军 却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故事 现在的电视剧 少拍一点公道 多拍一拍真实的 金国英雄吧